本节目由好看好看最好看的漫画画皮诗独家赞助播出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一说起同志题材的电影 人们都会想起断背山 而就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里 一部新天的诞生或许会撼动断背山曾经独一无二的地位了 这部话题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讲述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对年轻的同性恋人之间美好的恋爱故事 主人公之一的埃里尔是一个刚满17岁的青葱少年 这一年的夏天他如同往年一样 住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名叫李维埃拉的小镇子里避暑 埃里尔的爸爸是一位研究学者 每年夏天他都会邀请一位学生来自家的这所乡间别墅借宿避暑 只要这位姓女儿可以帮助自己打理研究和工作事宜 就可以免费支柱并且还能得到论文相关的指导 这一年的夏天 埃里尔家迎来的是比埃里尔大七岁的博士在读生奥利尔 高大俊朗的奥利尔自带光环 然而埃里尔对他的第一印象却不太好 甚至觉得他为人十分高冷 凭因此有点排斥他 不过也许这种排斥更多的是来自于内心的关注吧 逐渐的 埃里尔发现自己竟然越来越在意 奥利尔的一举一动了 哦 抱歉 我们来打电话了 哦 嗯 嗯 我可能会通过 你会给你妈妈对我吗 谢谢 妈妈 而不知是巧合还是两情相悦 奥利尔竟然也主动和埃里尔越走越近 两人的关系隐隐散发出了阵阵恋爱的酸臭味 这如同洪水猛兽般凶猛的情感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终于得到了发酱 两人从彼此单恋的关系 变成了近乎热恋的状态 阳光明媚的 alkent 然而 年轻的埃里尔却更加迷茫了 她不仅没有和欧利尔陷入热恋 反而和喜欢自己的妹子犯上了关系 这剧情的走向也是够不说迷离的 小编的理解是 艾利尔情斗初开 对于自己的心指向心有不甘 于是打算和妹子试一试 以便确定自己的心意 不过艾利尔还是无法放弃奥利尔 这可伤透了妹子的心 不过在感情面前 人是无法对自己说谎的呀 于是奥利尔和艾利尔 终于还是在一起了 这之后艾利尔越是想隐藏情感 就越是表现的明显 甚至就连想要偷偷解决的时候 都被奥利尔打了个正招 这对恋人的情感迅速升温 但是奥利尔离别的时刻 却也越来越近了 二人在分别之前 选择了一起旅行 但这时艾利尔才发现 自己其实竟一点也不了解奥利尔 最终离别的时刻还是来了 奥利尔的离开使艾利尔心碎 但他的出现却也使得艾利尔的人生变得充满了厚度 然而半年后一个新消息的到来 就让艾利尔好不容易收拾好的心情 再次翻腾了起来 奥利尔要结婚了 不过即便如此 在两人的心中 彼此却永远是那个特殊的存在 这部电影中 两人的爱情 无关年龄 无关身份 无关性别 只因我在最好的年华里 遇到了最好的你 扫描二维码 看更多精彩电影 看更多精彩电影